就是从敏感话题以外 其他的所有的话题都可以聊吗 您先告诉我一下 什么话题 我就想聊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话题 天马行空是什么 您告诉我说一下 先把观点讲一下 是这样子 我觉得华为在做的一个事情 未来可能会毁了全人类 这个可以 这个我觉得能聊 我喜欢 你这个观点很独特 您跟我说一下 做了什么事情会毁了全人类 我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相信 未来可能会发生自卸危机吗 什么什么 自卸危机 自卸危机是啥 就是机器人造反 哦 机器人造反是吧 什么中间者 哦 你能想那么远 现在有机器人吗 就是未来 我就反正天马行空 未来 这个跟华为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是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关注到 华为正在布的一个局 其实未来 其实你仔细看这个 世界上这些大的科技企业 包括苹果 谷歌 包括国内的华为 这些都在为未来布一个很大的局 什么局呢 但是没有人关注这些东西 那您说一下什么局呢 就是说华为 就是说您看啊 首先就说是 孟晚舟在演讲会上 她重点提了一个什么 算力 她其他都没说 什么 就说了一个算力 然后说了一个人工管理 然后现在华为 是不是它的什么盘古大模型 然后这个大模型 那个大模型 然后我们阿特拉近 把他弄了一堆 然后要讲互联网 然后讲智能华 然后各种的那种 就说是 然后的话 而且华为 它就是 就是有没有人想过 为什么认真非不造车 虞成东都很清楚 包括虞成东在那 包括我们都很清楚 华为那个车问界 如果挂个华为车标 那个销量翻两倍 这个跟毁灭人类有什么关系啊 这就是一个局 在布一个很大的局啊 什么局嘛 我们重点聊局啊 它挂标不标不管 它挂标就毁灭人类了 你想象一个 未来的一个场景啊 嗯 你想象一个未来的场景 就是 在一 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城市 有一个 非常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 然后管理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通过整个万物互联 掌管你身边所有的一切 你的汽车 电脑什么乱七八糟 所有能想到的 全部 都由它一个来掌控 然后人就负责 就是说你坐在那享受就行了 哦 然后但是有一天 这个人工智能 如果它不想干了 就是觉得你们这些人类 是个累赘 嗯 然后的话想造反了 那这个跟华为 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华为现在在做的 就是这个东西 哦 那有什么建议 可以 兄弟 那您这个观点 非常不错 那 有什么办法能杜绝 这种现象发生呢 不是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 窒息危机 是围栏全世界的一部问题 现在欧洲已经在开 哦 对您刚才您现在跟我聊的是 华为嘛 跟地球毁灭有关系嘛 那这个问题就在于 那您觉得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全世界只有 甚至我说说一个不好听的 全世界相比 美国 欧洲那些公司 华为是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不 我们现在聊的是什么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说 我们聊的不是说 华为怎么做到这个问题 这个我真的不好 那您 你看您想的能想那么远 那您为什么不想一下这个解决方案呢 其实那个叫什么 就是说是 不光是我了 全世界很多人在想 对呀 我知道 那我现在遇到您了嘛 我们两个在面对面交流嘛 那您看啊 华为 有一天会毁灭全人类 你想到那么远 那您告诉我 既然你能想这么远 那您告诉我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哎呀 这个就 就是说是你 反正我能想到的就是 就是不能让这个人工智能拥有 独立系统 那您的意思就是 让华为停止发展人工智能 是吧 不是停止 不是停止 而是说 比如说是那种叫什么 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人类 就是其实人类也是一台电脑 人脑也是一台电脑 但是人脑 跟我们现在已知的电脑 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说 我 就是说是创造人类的这个造物组 可能是大自然 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 告诉我们呢 要白天 大哥 我们不谱提啊 那我再重申一下您的问题 您说华为 会毁灭全人类 对吧 然后呢 我问的问题是 您既然能想这么远 那您 跟我说说 怎么样能解决这个问题 您给个建议看看 就是我 我刚才就是在举例子嘛 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 不能让他 就是这个电脑 这个人工智能嘛 就是不能让他有 就是说是能够 就是从根源上 思考问题的问题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让华为停止 这方面的研究和研发 是吗 不是停止 不是停止 就是说要 遏止 遏止 其实这个欧洲 已经在开始做了 欧洲已经在开始做了 欧洲就开始做 但是华为没做是吧 不是 就说是 华为没做我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会说 华为会毁灭全人类呢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就是您不知道 但是您觉得 他会毁灭全人类 有可能 对吗 就说是 当然跟我们没关系了 我们估计都不能活着看到了 但是一百年以后 就说是华为的这些 那你既然考虑 这么远的一个人 那你为什么 不能给点建议 那现在华为应该怎么做 他才能不毁灭全人类呢 我当我只是在说 就是我说了嘛 我能给的建议就是 就是说是那个 在发展人工智能 发展到一个很高级的阶段 然后要对它进行 某些方面的限制 这参考欧洲 欧洲在做了 那你知道华为在做吗 不知道 这个怎么能知道 您不知道华为做没做 但是您相信 华为会毁灭全人类 不是 相信 是有可能 有可能 那不就是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 您不会上来说这句话的吗 就是说是讨论嘛 那现在 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 那现在华为倒闭了 会不会毁灭 有没有其他企业会毁灭全人类呢 中国我估计没有了 好 我懂了 好的 谢谢您的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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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